唐三本是唐门的外门弟子,却学会唐门的不少秘籍,甚至连爵士宝典,玄天宝路,都没有例外,要知道。 座位压轴的爵士宝典,玄天宝路,可是连内门弟子都不一定能够学到的,唐三又是如何学到的呢? 在唐家三少的小说中,这一个答案并没有明确地给出,只是在斗罗迷的推测中。 可以知道唐三是自己偷偷潜入门派葬金阁,以一种不道德的方式学会唐门的爵士神功。 不过在今天播出的《斗罗大陆29集》中,对这个原著没有提及的历史给出了一个完美的介绍,可以说官方这一次成功填坑。 在唐三的回忆中,唐门绝学被放在藏金阁中。 这个藏金阁有三层,第一层是由唐门精英的内门弟子把守,第二层则是由三名长老看官,第三层则是唐门的真正爵士秘籍所在。 在不伤及同门的条件下,唐三开始踏上偷学唐门秘籍的道路。 对于第一层的精英弟子官,唐三仅仅用一个小的飞天抓,就跳到了藏金阁上,避开了防守。 对于第二层的长老,唐三仅仅仅用紫及魔童发现死角,一个暗器。 就用吊虎离山之际,把长老引开。 这一趟可谓是有惊无险,唐三终于来到藏金阁第三层。 在藏金阁的第三层中,唐三成功拿到了玄天宝路,看到了唐门的爵士秘籍。 然而他却万万没有想到,第三层其实也有看守着,这便是唐兰大老爷。 在暴露行踪以后,唐三唯有以死谢罪。 可面对犯了门规的弟子,唐兰大老爷却选择了放过。 原来随着唐门的日益强大,造成了不少的繁文入节。 因为各种各样的规矩,唐门出现了不小的腐败,唐门的未来十分危险。 为了给唐门留下希望,唐兰大老爷对唐三选择了放弃,并救下了唐三。 这就是前世的外门弟子唐三学会悬天宝路的过程。 可以说,本次官方的填坑还是十分给力。 将唐三偷学门派的密集错误矛盾转移给了门派的末首成规,唐三小哥成功洗白,大家觉得这个处理给力吗? 好了,这就是本期小新为大家带来的最新分析。 想要看到最新的动漫情报,请大家记得右上角关注一下。 当然了,为了让更多的动漫迷们看到这条消息,也请大家多多评论,为小新点个赞哦。 斗罗大陆,唐三最困难的时候,他身边不是小五,而是前世这个男人。 唐三是斗罗大陆的主角,身为唐门的外门弟子,他因为偷学内门武功而被门派不容。 跳崖明智却穿越到斗罗大陆这片新世界,终于在这里成就了他自己。 那么他做为好好的一个外门弟子,到底怎么会接触到唐门的最高机密呢? 跟小编一起来看看吧。 这一天唐三偷偷来到藏经阁,想要偷学武功,问题是偌大藏经阁。 究竟唐门的爵士武功在哪呢? 正在唐三翻找的时候,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老者。 他看到唐三之后,拿出了一个精美的卷轴,原来这就是唐三苦苦找寻的玄天宝禄,也就是唐门最高机密的武功。 其实这个老者是专门看守玄天宝禄的长老。 只听长老悠悠地诉说着自己给唐三唐门内门绝学的原因,原来是他已经勘清唐门现状。 内门弟子自制愚钝,而真正有有能力的偏偏又无法学习内门武功。 虚发全白的长老语气中带有无奈和忧心,他已经为补仙知到了唐门的未来。 为了延续唐门的辉煌,他只能为宇仇庙,将绝密的内门绝学传授给唐三。 唐三临走之前,长老嘱咐他,让他一定要保守他已经研习了内门武功的秘密。 毕竟座位唐门的一个外门弟子,按规矩唐三是没资格学习内门武功的。 唐三在长老齐许的目光和嘱托的话语中走出藏经阁,偷学武功已经是犯了唐门的大忌,但是他知道。 他这次灵为寿命,所以不算偷学,更不必为此感到内疚。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啦,各位小伙伴对唐三这个人物是如何评价的呢?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各书几件。 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讨论哦! 斗罗大陆29,半集回忆,毫无看点。 细看三点,回忆并非毫无作用。 随着,斗罗大陆,动漫第29集的更新,却是有越来越多的开始吐槽剧情化水。 据漫游所说,他们不想看回忆,他们只想去看主线剧情。 然而消息我所想说的是,若是细看回忆就会发现,此处所增加的回忆并非毫无作用。 具体原因,我将其分成三个部分来与漫游探讨。 第一点,升华形象。 若是没有这,斗罗大陆,第29集的回忆,且仅看之前内容的话,我们的主角唐三乃是一个违背门规,偷学门派禁术的叛徒。 虽说他凭借自身的努力与自治,成功习得了唐门至宝并能实现传承,却苦于名不正言不顺。 但是,若是有了这第29集的回忆,则他在闯入藏经阁获得玄天宝露之后却是变得更加正统。 漫游们应该知道,这藏经阁的第三层乃是有着唐门的老太爷唐兰守护。 当唐三看到唐兰之后,本准备自吻以谢唐门养育之恩,却被唐兰给拦下了。 在唐三与唐兰一番交谈之后,唐兰说自己可以全当没有看到他的此番为背门规的行为。 也就是说,在唐门弟子来看唐三仍是叛徒。 但对深知真相的漫友们来说唐三的身份却是变得更加正统,以此使得他的形象得到升华。 第二点,重振唐门。 当唐三遇到唐兰之后,唐兰说现今的唐门早已被迂腐的门规所复时。 内门弟子天赋不够无法传承唐门至宝,而外门弟子自治虽强却是没有资格继承唐门的传承。 此消彼长之下,唐门的衰败也只是时间问题。 当唐三与老太爷唐兰交谈过后,就等于是他继承了唐门的一波。 而且,唐三不仅有天赋,对唐门也是忠心耿耿。 也正是因为此,才会有之后的一届重生,唐三想要振兴唐门。 第三点,祝他度过危机。 求生与漫友们应该都有所耳闻,当我们接触某部动漫或是电视剧时。 面对兵临死亡的病人,医生经常会说若是病人的求生欲足够强,还有救回的希望。 其实,若是将其简化来说,就是一个精神支柱的问题。 若是你对现世界仍有留恋,就等于是有了复苏的希望。 在《斗罗大陆》动漫的第29集中,我们的主角唐三因为吸收了超过身体极限的魂环而面临生死考验。 正是因为有这前半部分的回忆,才能让他一起自己曾经的承诺,重振唐门。 虽说现在的他已经来到了异世界,但曾经的承诺却是没有忘记。 也正是因为此,再加上其余的种种信念才能助他成功度过危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